最近我们戏称的2023年版的排花法案 就是德州有个议员提交了一个法案 说不让中国的个人实体政府购买德州的任何的土地 另外还有三个国家 朝鲜、伊朗再加上俄罗斯 你听听让人很不舒服 今后会不会对德州的房价产生影响 其他州会不会跟进 要说这事我们得说一下法案的背景 早在2016年 有个中国富豪叫孙广信 就是在德州这个地方 陆陆续续买了13万英亩的土地 这个土地有两块地方触动了当地人的利益 第一个 他在飞行训练基地旁边涉及到国家安全 第二个 孙广信想建一个大型的风电厂 当地的环保人士就不干了 说把资源全部破坏了 河流也受到影响 后来德州就出台了一个法律 叫孤兴州基础建设保护法案 就是保护州内用于供水供电供网的这些土地 不能随便的卖 当时是对所有的外国国家 但是这一次它特别减了四个国家 德州还是属于一个深洪州 比较保守的地区 不管从州长议会到立法机构 很可能支持这个法案 如果就算是他通过 也有可能翻盘进入一个违宪诉讼的一个过程 其他的州也并不一定都会跟进 当地的居民考虑到对当地的经济冲击 也并不一定会完全通过这个法律 主要看政治人物为了拉抬选票 他怎么样去造势 当地的房价是会产生一些影响 因为现在购房的主力 很大一部分是从中国来的 包括美国本地的中国人 拿着H1B拿着绿卡常住的 尤其是像加州纽约地区房价很高的情况下 很希望说能够投资到其他低房价的一些地区 第二个是海外的中国人 还有其他国家的投资 这个包括了投资进入一些美国的大的基金 包括说黑石等等房地产基金 这些基金也变向持有德州的房产 同样也减少他们的投资 但是这种影响会远远小于利率的拉升 裁员给房地产带来的影响 从这件事情上我所观察到的 就是美国的经济不单单是经济的规律 它现在受到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 尤其是国内两党的政治 还有包括国际的一个局势 国内这些州两极分化 红州趋于保守 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排外的情况跟心理 那蓝州大量的吸引移民 包括合法的非法的 也会造成一些社会治安 社会族群的一些情况 所以两个极端化 第二个美国内部的政治斗争 会更多的采取激进的一些措施 会影响到美国国力的一个逐步的衰弱 从房地产投资来看 资产多元化分配一下 可能是个好主意 不要压在某一个地方 新的时代可能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 以前我们熟知的规律和经常看的参数 并不一定奏效 所以新的时代还要从新的视角来看待你的投资